原标题,视频,新手女司机醉驾上路满口酒气还说没喝,驾照领取仅一周就将吊销。 10月16日晚上,西山交警在辖区各路口设置酒驾零检点期间拦下了一名女司机,查下来不仅是醉酒驾驶,而且这位女司机拿到驾照才仅仅一周的时间。 10年,当天晚上9点多钟,交警在东庭北路附近拦下一名女司机陈某,当时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酒味。 陈某始终否认自己喝了酒,不过呼气是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陈某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。 而且,在陈某出事的驾驶证上,交警发现她是在一个星期前才拿到驾照的。 经了解,当晚陈某和姐姐姐夫一起吃晚饭,喝了三两二锅头,但临时有事要去朋友家,自己感觉喝了酒后对开车没影响。 目前,交警部门已经提取了陈某的血样,并送司法检定所进行检验鉴定。 如果经过检验鉴定,她体内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以上,构成危险驾驶罪。 机动车驾驶证仅仅拿到7天就要被依法吊销。 5年内不得取得,同时还将面临1到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。 责任编辑诗经。 责任编写效果成文